大家好 我是學長 今天開始一個新的單元叫做 咖啡沖煮攻略 這個單元會以沖煮技巧為主要的內容 和大家分享各種咖啡器材的使用方式 各位如果有想看的也歡迎留言敲碗 那第一期為大家介紹的是 最通用的哈利歐E60濾杯 搭配一刀流沖煮板 那風味喝起來是清爽舒適 適合大量飲用 入口比較沒有出單 非常適合精品咖啡的初學者 而且沖煮技巧也不難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刀流呢 就是因應哈利歐V60超快的濾素 而延伸出的一種沖煮板 不悶蒸也不斷水 快速萃取出前段的香氣和果酸 而不會有太多口感和唇厚度 那是一種舒適清爽的呈現 那接下來呢學長總共會示範五次 第一次呢是基礎沖煮 各位可以先以第一次沖完的風味為標準 再看後面四次進行調整 就可以調整到最適合你的風味了 首先呢我們今天使用的咖啡豆呢 是野家選菲 那我們使用咖啡豆是20克 好研磨度呢我們今天使用的磨豆機 是哈利歐的電動磨豆機 那一般我使用的研磨度大概是30左右 是比較偏粗的 但今天使用一刀流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研磨度要比較細 第一次示範先用18左右 所以明顯比一般的細很多 濾紙先把它折好 沿著邊邊折好 然後呢浮貼你的濾杯 如果有一點點這種翹起來的現象沒有關係 你手稍微壓一下 倒進去 然後這一段呢一定要記得 稍微 因為濾杯你的粉呢會是不平均的 稍微拍一下 讓左右兩邊呢呈現平均的狀態 就叫整粉 歸零 我們今天使用的水溫都是90度 那待會在沖煮過程之中 就是在這個範圍之內 持續給水就好 在給水的過程之中呢 持續可以不悶蒸也不要斷水 一直給一直給它會膨脹的很 很劇烈 計時器開門按下去 給水 來中心點 給穩定的水 我今天給的水是中水 然後可以看到喔 濕水狀況 粉塵會大量的排氣膨脹 看空氣會一直排出來 然後呢粉塵會膨脹的很高 但是注意喔 你的粉塵不要淹水淹太大 你要維持粉塵的膨脹 然後持續在 大概指甲這麼大的大小的範圍之內呢 不斷的繞圈圈點水 然後水要維持一定的大小 不要忽大忽小 忽大忽小的話呢 你的風味呢就會飄 就喝起來沒有飽滿度 然後一直給一直給一直給 給到大約250cc的時候呢 才往外繞 然後持續給 然後你可以看到呢 粉塵上面會有很多均裂紋 再比方說你的空氣 大量的被排出來了 這時候呢 你的流速是非常快 好250cc左右了 往外繞 快速的讓粉麵都吃到水 好 回中心收 310c就收 好 所以看得到喔 整個粉塵膨脹的狀況很高 然後呢 你整體流速非常的快 那這樣子能夠做出清爽 而且舒適的口感 那如果你給水呢 點子太小 其實你口感上就沒有那麼乾淨 好 可以看到粉塵會呈現一個這樣的狀況 會有很大量的粉的疤在你的外圍上 那原則是 大概是沖煮時間大概是1分10秒左右 沖煮完以後呢 記得要試喝一下 如果你沖煮完第一次以後呢 覺得喝一下口感稍微偏清淡一點 那我們再來做一下調整 那我們咖啡豆一樣是20克 但是我們這次的研磨度呢 要稍微調細一點 因為你喝起來比較清淡嘛 對不對 那我原本是用哈利歐磨豆機的18 那我現在調整調到15 好調整到15以後呢 這時候我們研磨度會比較細一點 那這時候你喝 用一刀流喝起來呢 口感自然就會增加 你就不會覺得太清淡 把濾紙淋貼 我們還是要進行蒸粉 然後這一次使用的研磨度呢 就比較細了 那如果你平常使用的 可能是小飛馬 或是小飛鷹 你可能平常使用的研磨度呢 是4左右呢 你可能這次用的是3或是2.5 好水位一樣90度 然後跟剛剛的步驟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要觀察一下 排氣的狀況 好一樣 用一片指甲大小的位置 給水 然後你給水大小 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跟剛剛第一次沖煮的 給水大小是一樣的 因為如果你給水大小又不一樣的話呢 你調研磨度就沒有意義了 你的風味就會改變 所以呢 我們主要這一次呢 是使用調整研磨度的方式 讓你的風味呢 變得比較濃郁 好所以我們給水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一樣等到250cc以後呢 才往外面繞圈 然後在250cc之前呢 就在中心點 然後觀察粉面的膨脹狀況 一定要讓你的粉面大量的膨脹比較高 然後這一次我們 那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我們的粉比較細 所以膨脹狀況也比較顯著 好那250cc以後 往外繞圈 繞到300cc以後 回中心 好結束 這個沖法本身呢 因為研磨度變細的關係 所以呢你整體風味喝起來 就會比較濃郁一點點喔 如果你第一次沖煮的時候呢 你覺得風味喝起來 是比較偏濃的 這代表說呢 研磨度可能太細了 所以呢我們這時候 就要稍微調整一下研磨度 那我們剛剛使用的研磨度呢 是18 就現在我們把研磨度調到22 好一樣成為20克的咖啡豆 好 後面的流程呢 跟第一次是接近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注意一下 粉身的膨脹狀況 因為你現在呢 研磨度調得比較粗了一點點 那特別注意的部分是 因為剛剛是我們調整了 研磨度調得比較粗以後 所以整體喝起來風味呢 會比較淡一點點 所以你的給水呢 一定要維持跟第一次 一樣的給水量 那水柱也要差不多大 好一樣在正中心 一片指甲大小的部分 給水 然後呢 微微的繞 繞小圈圈 然後觀察你的粉的 粉面的膨脹狀況 一樣跟第一次一樣 我們的空氣一定要大量的排出 可以看到齁 這是研磨度 比較粗一點的情況之下呢 流水的速度稍微快一點點 所以沒有關係 你還是要維持好你的給水大小 不要控制 不要調整你的給水大小 你只是依靠 研磨度去調整你的風味齁 好 那我們一樣要衝250C 往外繞 然後可以看到很漂亮的 均裂我的粉層的空氣呢 已經大量的被我排出了 好 持續給水 然後給它250C 好 準備 往外繞 好 讓你的粉都吃到水 回中心 好 收 好 所以我們覺得喝起來的濃淡呢 其實已經覺得蠻舒服的 適中的 但整體喝起來稍微偏酸了一點點 你想要讓酸味降低 有點甜感的話呢 那研磨度的部分 我們不調整 因為你的濃度已經適中了 不用再做很大的變動 所以我們一樣20克的咖啡豆 然後磨 所以這一次呢 你要稍微調整一下 你給水的大小 因為你剛剛偏酸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為了讓它整體喝起來 比較偏甜 比較有口感 所以我們可以 給水稍微調小一點點 然後水溫我們一樣90度 所以我們也不動喔 待會控水的部分 特別水要小 盡量小 才會比較不酸比較甜 準備開始 好 我們這是用控比較小的水 可以看得出來我的給水跟剛剛 前面三次比呢 會明顯小蠻多的 但其實比較小呢 它的排氣狀況呢 還是一樣很好的 所以不用緊張 它的排氣狀況不好 就稍微控小一點 那你的粉塵呢 也是 盡情的排氣 盡情的吸水 好 那整體的沖煮時間 一定會增加 因為你的給水比較小 你可以看 在經過大概 140C左右 因為水比較小 所以它的排氣狀況 比較慢一點點 但是還是很正常的 然後大概 130C左右呢 所有的粉麵 都已經吃到的膨脹了 然後持續給 250C再往外繞圈 然後這種給水方式呢 就讓你的甜感變得很顯著 酸感降低 好 均裂紋很漂亮 好 我們持續給 這次給水的大小呢 就是剛剛設定的比較小以後呢 從頭到尾都要維持住 不要忽大忽小 不要剛開始小 後面又變大了 這樣對你的風味是不好 250C左右 250C 好 往外繞 一樣是保持小小的 往外繞 讓你的粉塵吃水 OK 好 300C回中心 結束 好 我們這次是利用 比較小的給水 調整你的風味的變化 不是利用研磨度 研磨度會調整比較多的 有濃度的部分的問題 如果你第一次沖煮完以後 覺得 濃淡適中 但是你喝起來呢 覺得有一點點不夠酸 偏苦澀 甚至口感很厚重的話 研磨度呢 跟第一次是不變的 但是我們是利用給水 放大 來調整風味 你待會兒給水會明顯大蠻多的 然後減少你不夠酸 然後或者是偏苦的問題 好 一樣是中間 一片大小的大小 一片指甲的大小 然後水我們可以放大一點 可以明顯感覺到 比第一次給水呢 大蠻多的 然後持續的給中間 一片指甲大小 可以看到我們的整個 膨脹狀況 非常的劇烈 然後但是粉塵膨脹之後呢 還是保持不會積水狀態 好我們持續給 然後馬上才一百多CC呢 就馬上有軍力的紋了 好我們持續給 給到250CC 一樣喔 250CC的時候 好才往外繞 好250CC 往外繞 這是給水很大喔 好 好回中心 300CC回中心 結束 那因為給水很大 整氣流速呢 會變得比較快 那你的風味呢 就會偏酸一點點 就比較不會有虎色的問題 好以上就是學長 對於一刀流沖煮法的示範 那一刀流沖煮法是一個很簡單 但是呢 雖然簡單 但是如果你想要得到你的理想風味的話呢 還是需要一點點 研磨度或是給水的調整 那希望大家可以 使用這個影片的脈絡去 調整你的風味結構 這樣你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黃金變數了 好那今天的一刀流 示範到此結束 各位如果還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歡迎在以下留言 並且訂閱學長的日本頻道 點下小鈴鐺 那有任何問題的話 學長都會在下面留言回覆大家 好謝謝大家 就這樣囉 掰掰